王师傅 你一死博取忠名 却把一个杀忠臣的罪名 强加在皇上的头上 难道 这就是圣人教你的忠叔之道吗 在雍正王朝的隐意中 张廷玉之所以能成为 康熙雍正倍加信任 极为恩宠的官场长青术 除了神通上义坚定拥护皇权外 军权奏对日常交往之中的语言艺术 也绝对使其稳立不倒的关键因素之一 朝堂之上 官场之上 一个人的荣宠富贵 往往就取决于一句话的对错与否 和事与否 在康熙朝晚年发生的九子夺地事件中 朝臣 尤其是身居上书房的三位大臣 如何站位 如何在康熙面前表述自己的支持态度 都是对其政治智慧的严格考验 就语言艺术方面 就因语言表述而获的圣宠 求得官场长青的目的来看 张廷玉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 语言艺术之救场 救人 从热和返回京城以后 康熙公开废除了应容太子名位的命令 作为太子的师父 王善自然要站出来为太子求情 这意味太子随有错 错不在于太子一人 太子随有过 过不至于废除 皇上是才说 太子不尽职 我请问 自从太子扶政以来 六部公卿 有几位大人 尽职辅佐太子 善为谋政 皇上说 太子不修德 上书房几位重臣都有旷政得失的职责 同国为 太子一身 正是不教而助 不但不能服天下臣敏之心 而且对满朝文武百官 怎么交代 也难以对 对列祖列宗 在天之灵 皇上 您不能这样对待 战战兢兢 三十几年的太子 不得不说 王善能当上太子师父 确实有两把刷子 单就上述一段话 竟能让康熙无言以对 只能将王善作为太子师父的罪责 拿出来 予以威胁 那么你是他的师父 他变成这个样子 你又该当何罪呢 王善回道 臣最讨贴 臣最当主 就在皇上 招臣同做御典之前 臣已让家人 为臣准备好了棺材 臣只等说了这番话 就已一丝谢罪 康熙一看下午的王善 就将其罪行再次升级 好一个忠臣 你如此咆哮朝廷 侮辱君父 骂净皇子百官 一死 就能抵罪吗 老人全家三十余口 甘愿陪臣 一同就死 好了 康熙彻底无语了 面对做好了一切准备的王善 康熙彻底没办法威胁和震慑了 一向英明睿智的康熙 为何面对王善无可奈何了 对于王善这等忠臣 这等自幼受儒家中君思想影响的老臣 康熙仍然用震慑平常官员的性命威胁 政治生命威胁来回应 当然不会收到实际效果 对于王善而言 性命乃至全家的性命都是小事 违背了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围臣之道 中君之道才是致命的所在 这时候张庭玉站了出来 王师傅 你以一死博取忠名 却把一个杀忠臣的罪名 强加在皇上的头上 难道 这就是圣人教你的忠属之道吗 你不是深谙儒家之道 严格按照儒家思想来规范和约束自己所行吗 你不是将儒家思想奉为归孽 哪怕用全家性命作为要挟也在所不惜吗 那我就借用儒家思想告诉你 你错的有多离谱 好了 这下说到了王善的痛处 轮到王善 无言以对了 这 这 这老臣确未想到 可是 如果我不死 又怎么能对得起太子 看到自己的回应有效果 张庭玉继续自己的回应主题思想 你死了 岂不更加有伤皇上的圣德之名 你岂不更献太子于不忠不孝之地吗 这下 王善彻底无言以对 彻底被征服了 王善也只能用 何以自处来表述自己的无奈 这里 对于张庭玉的挺身而出 需要做出相关说明 在王善的口中 朝中百官 尤其是尚书房三位大臣 都是不叫而出的有罪之人 为什么只有张庭玉站出来为康熙解围呢 一 尚书房三位大臣中 同国为乃系皇亲国戚的代表 马齐乃系满族宣贵的代表 张庭玉则是汉城的代表 也就是说 对于尚书房的组建 康熙是有着具体管理范围限定和意图的 王善作为汉城 原本就应该归属张庭玉节制和管辖 所以 对于王善的狂辈犯上 张庭玉有着回应和处理的直接责任 二 王善作为坚定拥护废太子应允的太子党成员 虽然有着自己明确的政治站位 但毕竟是位忠臣 是张庭玉在朝堂之上 能够有所仰赖和信任的汉城之一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 废太子应允和王善正值强倒众人推的关键时刻 就王善的嚣张表现来看 如果不是张庭玉站出来 而是其他朝臣反驳王善 王善就只有一个结果 死 也就是说 张庭玉之所以首先站出来反驳王善 更大的目的在于对王善的保护 他用于阻止王善赴死的说明 更是劝阻康熙诛杀王善的理由 对于张庭玉的挺身而出 反驳就场 康熙是何种态度 对张庭玉下达的一道圣旨 就能直接说明 对于一个汉城而言 对于一个身居上书坊最末尾的臣子而言 这绝对是巨大的荣耀 更是康熙对张庭玉刚才表现最为直接的认可态度 关于张庭玉语言艺术中的旧场 在接下来的上书坊 一举新太子事件中 也有着极具代表性的表现 上书坊大臣同国为马齐 召集重臣商议一举新太子之事时 康熙突然来到上书坊 可是对于马齐兴高采烈汇报的一举结果 康熙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兴趣 而是可以转移了话题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 康熙最为关心的肯定是新太子的推举情况 可康熙对推举结果置之不理 反而问到了河南四川江苏三省的奏折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三个省份肯定有着较为统一的所指 而且和新太子推举有着直接关系 于是在张庭玉的回话中 就有了黄四子印针兼修的河南黄河大帝 黄四子印针异手调教 清理了四川匪患的四川提督年羹鸟 和黄四子印针的铁杆兄弟黄十三子印祥一样 来自江苏的大校之人 也就是说 康熙对于太子人选推举结果并不满意 而是属于黄四子印针 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黄四子印针的党羽势力不够 推举建章不够 再加上康熙之前 一位公益是从绝无偏思的明令 让他还不能直接将黄四子印针推到太子位上 所以康熙只能用复利印人 来阻止黄八子印字等人对皇储位置的寄予 来为印针赢得增强势力的时间 认真领会上意 并依据上意给出康熙想要的回答 张廷玉的语言艺术可谓登峰造极 而在康熙决定释放黄十三子印祥时 同国卫问道 请问皇上 是否要说个理由 其实在高度赞扬江苏孝子的时候 康熙就对释放黄十三子印祥的理由有过说明 其实啊 在我们身边 就有这样的忠孝之人 只不过我们不留心注意 那比如说 朕那么多儿子吧 十三阿哥 就很讲笑意 他虽然脾气不好 但是对朕 对废太子 就是一片忠孝之心 做事 但凭良心 从不计较厉害得失 如果朕 真的遇到什么危难 十三阿哥 肯定也会像那个孝子那样的舍身相替 如此明显的理由说明 同国卫会听不出来吗 当然不是 在一句新太子的关键时刻 康熙做出释放黄十三子印祥的决定 是不是有着明确的所指 是不是对新太子推举 有着最高指示 这都是作为内阁首辅大臣所必须明确的 更是尚书房在接下来的推举工作中 所必须考虑的 但是这个明确的意见 康熙肯定不能直接给出 所以 康熙只能用 震腾自己的儿子 来回应同国卫 可康熙如此回答 为达目的的同国卫当然不满意 于是张廷玉又站了出来 皇上 金门画力 冷击尘 循着皇上的旨意 刚刚完成了一幅 描绘 承德离宫的 避暑山庄图 三阿哥的门人礼服为之作序 行家们看了都赞不绝口 已经进到慈宁宫了 皇上几时得空 前去一来 康熙立即回答 好 妙 现在就去 这正是张廷玉言语艺术中的旧常表现 面对同国卫 康熙已经无法继续给出回应 正值尴尬境地 康熙一个请皇上揽话的建议 给康熙铺设了最合适的台阶 让其脱离了尴尬境地 从而得到康熙好妙的认可和赞许 语言艺术之转移对象 移交矛盾 太子应扔手则被废 推举新太子之时出现了两百多名官员 共同举荐黄八子印刺为新太子的建章 让康熙抓到了同国卫中间联络之罪行 手持奏折 康熙问道 同国卫中间联络之罪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没有人居中联络 这么多人就同声一气 众口一词 同国卫回道 居中联络 本就是尚书房的责任 推举黄八子印刺 也是尚书房和许多官员的公益 这些都是为了我大清的江山设计 奴才以为无可指责 听完同国卫的回答 康熙大少回道 尚书房 你一个人代表尚书房 张廷玉 你也是尚书房大臣 你说说 同国卫 有没有中间联络 张廷玉回答道 同国卫和马齐包举八哥 那是因为八哥确实有过人之处 臣以为这无可厚非 至于众人串联之事 那也是因为一时不慎 忘了君子不党的教训 同国卫 马齐和臣 同处在尚书房这个位置 处理推举太子这样的大事 要想使皇上满意 百官满意 天下百姓满意 实属不义 臣等的处理 既然有了偏差 那请皇上交往执政 重新推举 也是良法 尚书房本就是统侠百官 向皇上直接负责的 清廷决策机构 居中联络 统计百官推举意见 绝非同国为僭阅之举 更加算不上串联结党之罪 而且 在张廷玉的表述中 也明确了尚书房 原本就肩负着 处理推举新太子仪式的责任 而且同国委已经明确说明 推举黄八子 应似为新太子 乃是尚书房 和许多官员的公义 并非自己一人的意见 这说明同国为的说辞 并没有毛病 而且其串联结党的行为 也只是有所偏差 根本算不上罪行 这也是康熙为何 在同国为给出回答以后 哈哈大笑的原因 因为他没有合情合理 之说辞予以回应了 只能快速将话题 扔给张廷玉 张廷玉为自己解围 深通圣意的张廷玉 在明确给出众人意识不慎 忘了君子不挡之罪行以后 顺理成章地 将推举新太子的最终决定权 交给了康熙 既给了康熙一个台阶 又让众人无话可说 对于张廷玉的回答 康熙是否满意呢 我们来看一下同国为的回应 张廷玉是奸臣 敬皇上明察 哦 哼 我真的要听听 张廷玉 怎么就成了奸臣了 回皇上 七日之前 皇上下旨 废除印人的太子明位 难道那时张廷玉就不知道 无心为恶 随恶不乏的道理 当时他为什么不建筑皇上 而时隔数日 他又阳奉阴违 既不与臣等商议 更不思皇上的圣名 暗中为废太子开脱罪责 实际上是把过错 推给皇上 自己博的一个 君子不挡 与人为善的美名啊 此人 只用心险恶 随历朝历代 大奸四中者 无处其右 臣扶起皇上 速至张廷玉知罪 亦按百官之心 以全皇上之德呀 注意 同国为并没有针对张廷玉的回话 而是直接针对张廷玉 推举印人的建章 予以的回应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对于康熙的问话 张廷玉的回话 滴水不漏 并没有直接触动同国为的地方 唯一让同国为心生不满之处 在于张廷玉给出的 请皇上交往指正 重新推举的意见 而且同国为的回应中 虽然表面针对张廷玉 但事实上 每句话都是直指康熙 都在表述对康熙 出尔反尔的不满 不可否认 如果没有之前晚善之时 康熙已经和同国为 达成的政治交易的共识 面对同国为 聚聚在里 毫无反驳缺陷的指责 康熙还真是没法给出回应 你们都看到了 听到了 张廷玉 为同国为说好话 同国为 反骂张廷玉是奸臣 还要朕治张廷玉的罪 你们 你们知不知道 什么是以怨报德 什么是无耻小人 有个现成的例子 同国为就是 看到了吗 针对同国为的指责 康熙一句也没回应 因为康熙原本就不占理 原本就没有回应的 底气和理由 只能用所谓的君子之交 得愿回报 来确定同国为 人品和道德上的不足 康熙如此维护张廷玉 不惜辱骂自己的岳父 先舅舅同国为 当然有着之前政治交换的原因 有着借助废除同国为 推翻此次推举新太子 结果的必然发展 但如果没有张廷玉 近乎完美的回话 如果张廷玉 没有给出直接惹怒同国为的 请皇上矫枉指正 重新推举的总结 会有康熙和同国为之间 针锋相对的对话吗 也就是说 张廷玉在回话中 自己谁都没得罪 但却用直接推翻 同国为费心经营之 推举结果的办法 将矛盾直接引到了 康熙和同国为的身上 落得了美名 圣心和仕途上的晋升 相机转称之后 导致 连 连 他们